- 而且如果說喜歡開車 喜歡有操控感的朋友 看到了這次Nissan Gico 它配上了這種算是 在同級競品上面 非常難得的這種DCT的 失式的雙離合變數的話 你就會覺得說操控起來 絕對跟它的外型一樣 是非常的具有跑旅的這種感覺 那當然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想要選擇百萬之內 有這些CUV的選擇的話 到底還有哪一些競品 我們可以把它抓出來 好好地比較呢 是的 關於其實包含 Nissan Juke在內幫大家抓了 四個同級非常熱門的 CUV的對手 包含CHR、Toyota的Grad Cross 還有Hondai的Kona 這次台車其實在市場上 算是都有幫大家介紹過了 但是在動力的部分 這個就有蠻明顯的一個差異 首先四台車四個排氣量 現在橫跨了兩個碎金的急距 那他們的排氣量分別1.0、1.2、1.8以及1.6 那在Kona的部分 因為它的排氣量相較之下大一點點 再加上又有渦輪增壓的一個幫助 所以它的動力 是在數字上帳面是比較大的 177匹以及27公斤米的一個扭力 那再來呢 其實 Nissan Juke 雖然只有1.0升 但是因為我們知道它是一個新世代 有非常多科技含量的渦輪增壓的動力 所以它的輸出表現其實很不錯 116.9匹 同時它的扭力呢 18.4公斤米 還有一個超增壓模式 到20多公斤米去 所以以動力的表現來說呢 基本上比CHR還有KoraCross都相較之下 不會遜色 同時呢 因為我們剛講這個稅金的急劇 Juke跟CHR他們一年只要繳8000多塊的稅金 所以在你的荷包的支出上面 有一個它的優勢在 最後呢 在Nissan Juke的部分有一個優勢 很容易提升出來 就是它的平均油耗 因為排氣量比較低 當塞型的一個引擎 一公升可以跑到17.6公斤米 已經是 接近是油電車的一個數據 表現非常好 但是其實除了跟大家講這些 動力上面的差異之外 當然你要說開起來快 可能數字上來說Kora是表現最好的 但是其實我覺得駕駛樂趣 很多時候並不來自於 單純的動力輸出而已 你看到Nissan的Juke 其實它有非常多的技術 包含這顆引擎其實 來頭不小 我們知道雷諾日產的集團 其實跟賓士有做共同的合作 包含像是 它開發了四缸的1.3升引擎 現在放在A180GLA上面 1.0現在來到Nissan的Juke 然後在它的裡面 我們講了有很多的技術 像來自GTR的鏡面鋼 紅紅色這些 還有電子渦輪的一個幫助 所以它的輸出其實 不論是平順性也好 均衡度表現都是很好的 最重要我覺得是 在這個除了CMF平台的價值之下 竟然在駕駛模式下 這樣極具的車款 還有不同的駕駛模式可以選擇 有Sport 有Normal 有Eco 甚至呢 方向盤後面 這個D-Shade方向盤後面 還有很棒的換檔撥片 都可以提升你駕駛上面的樂趣 我覺得就我剛剛講的啦 其實動力很多 是給大家參考的一個數字 實際開起來的話呢 駕駛的感受駕駛的樂趣 其實其中還是有 非常多不同的奧妙之處 那我們常常講說 CUV已經變成 這個世代的當紅炸子機了嗎 那當然 因為新的世代的產品 就會配備上 也會越來越好 除了剛才我們看到 在動力上面 幫大家在競品 好好地比較一下之外呢 在安全性上的配備 到底這四個CUV 個別的表現如何呢 愛達 是的 目前市場上面 比較熱門的CUV 大概就算是這四台 Nissan的Juke Toyota的CHR Toyota的Carla Cross 以及Hongda的Kona 那當然如果在安全性的部分 我們可以分為三個 三個部分來去做比較 當然除了以被動安全 主動安全 以及情報安全 這三個大項目來分 那當然在被動安全部分 當然就是指整個車體的結構 以及在撞擊測試上面的 一個表現 四台車其實表現得都相當不錯 但是如果以Nissan的Juke來說的話 在2019年 其實它得到了雙料的五顆星認證 包含了歐盟 包含了澳洲安全的部分 都拿到的是五顆星的安全認證 那當然我也在試車的時候 跟冠儀講 因為它現在新的CMF平台 這車體結構用的非常多的 高剛性的鋼材 UHSS 高達1500MF的高剛性鋼材 除了車體之外 包含它四個門的防撞鋼材 都是這樣子的一個高剛性鋼材 所以它能夠獲得這樣子好的 一個撞擊測試的成績 我想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當然在主動安全的部分 其實我們在圖表上面就可以看到 其實不同的車型 有不同的一個表現 那比較完整的算是Nissan的Juke 包含它的IEB PIEB 它可以偵測行人 可以偵測自行車 它的LDP的車道偏移輔助修正系統 還有甚至有它主動的行車 驗證輔助 主動行車 循跡過彎的輔助系統 其實都算是非常的完整的 其實在整個安全配備的比較上面 在這個項目上面 其實NissanJuke是得分是拿的非常高的 所以它能夠獲得 兩個地區的一個五顆星的安全認證 再來所謂的情報安全 我們知道在台灣以都會區來說 行駛這個狹小巷弄的時候 非常需要一些類似盲點偵測系統 甚至你在大賣場停車的時候 要鬥八股的時候 有所謂的RCTA的後方的防動輔助系統 還有女生最喜歡的 真的是可以說 有360度的環境顯像的 一個AVM的監控系統 我覺得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甚至還有MOD的移動物體的偵測 我覺得這一點算是 在情報安全上面也算是非常完整 所以中瓜三個安全選項的比較來看的話 你會發覺NissanJuke最新的產品 當它比較能夠擁有更多的一些安全的輔助 其實我們一開始看到這個在上市的時候 你有發現用中規的價格 可以買到頂規的配備對不對 有BOSS音響有19吋的鋁圈 我再跟這邊告訴大家 大概只有限量100台 所以要買的趕快想一想 怎麼樣去展監看看你能不能搶到那100台 當然這4台的CUV的車型 我們會發現Juke是新世代的 Toyota Corolla Cross也算是屬於全新的車型 然後還有Toyota的CHR 也在前一陣子進行的小改款 我也有用的Kona的部分 在台灣上市似乎就是稍微已經有一些時程了 而我們看到小改款之後的車型 在韓國已經正式上市 而且開始在販售囉 台灣目前還沒有跟進的消息 不過我們看到這個小改款之後 其實還是有一些不錯的亮點對不對 紫婷 是的 講到現代汽車 他們最近都在把旗下的車款 都在做一些小改款的部分 那講到Kona 它這次雖然他們說是小改款 但是其實我覺得它整個車頭的部分 有一種拉皮的感覺 有改頭換面的樣子 像是它的水箱進氣壩變得比較大 加上它那個廠灰其實有換一個位置 所以可能看起來會比較霸氣 加上它這次的日行燈 它們是採用分離式的日行燈在上面 然後它下面的主燈在我們進氣壩旁邊 我自己個人感覺它是比較有一點像 鯊魚塞的那種樣子 其實還蠻帥的我自己覺得 對那在車頭部分是這樣 然後還有加上它的錢包桿是用金屬式板 所以整體的那個運動桿帥氣都提升了 那在車尾部分 我覺得它沒有到車頭這麼多的改變 但是他們也有換了一個新樣式的車燈組在後面 然後它的中控台的部分 是10.25吋的 再加上它數位儀錶板也是10.25吋 那中控台是要用選的 那講到動力呢 動力這部分呢 它就是有1.6升 它的TGDI的引擎 那個Smart String的引擎 所以它可以達到那種194匹的馬力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這個方面也是還不錯的選擇 然後還有剛剛那個內裝的部分 我少提到一點 它內裝還可以用米色或是卡其色 去做一些層次的鋪陳 所以用這種淺色的內裝的話 我覺得女性的車主應該也會蠻喜歡的 應該男生也會心動 不會 我覺得很容易髒 真的嗎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在台灣其實一定要選黑色的 二手架才會好 對 好 我們剛才看到了很多 就是大家可以在市場上面 選擇的這種CUV跨界修律 但是一講到跨界修律 有誰會忘記了這一款車呢 它從上市到現在 一直都處在銷售的蜜月期 那就是Nissan的Kicks 而且Nissan的當家一哥Kicks 來 我們請Rick帶大家來看一下 為什麼它在強敵環四之下 它還能夠擁有如此亮眼的表現呢 沒有錯 關於 以上的Kicks其實在 2018年底左右的時候上市 它從上市以來 2019年一整年的整個銷售的年度 它就賣出了16882輛 而且每個月幾乎都是破千輛的 對 它其實真的算起來到現在為止 它每個月平均月銷量 應該是1300部以上 對 已經超過了3萬名車主的肯定 所以為什麼當初Nissan Kicks出來 可以說當初它的標語不是 踢世界一腳 對 我覺得它踢了蠻多個廠牌的一腳 因為它確實是讓 這種車型推出來的時候 它確實是有點一鳴驚人的感覺 以Nissan這個品牌來講 推出這部跨界的小修旅 其實他們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我覺得Nissan非常接地氣的一點 是因為 他們在上市的時候 他們做了非常完整 非常縮密的一個市場的調查 他們調查出 假設說你想要買這樣的 CUV的一個小型修旅車 你想要什麼配備 結果出來是什麼 主動煞車 AEB 然後盲點偵測系統 還有AVM的360度環境 以Nissan Kicks這部車 中規以上這些上述配備 全部都是標配 而且那時候它上市的時候 應該說是業界 首先有配上這些東西的 對 就是這個CUV集聚裡面 會讓大家覺得 我現在看到這部 看起來外型蠻動感的 新世代的跨界小修旅 原來它的配備可以這麼齊全 以往大家對於小車 或者是小修旅的一個 既定的印象 可能配備比較入門一點點 沒想到Kicks出來之後 其實它的一個中規以上的配備 其實是非常滿的 所以讓整個一個銷售的暢旺度 在Nissan的品牌之下 我覺得Kicks在品牌的 銷量的一個貢獻度上面 我覺得是鞠躬絕尾啦 起碼是一半上的貢獻 對 而且大家可能覺得說 雖然說它搭載的是1.5升的 這種自然進氣引擎 但是它其實引擎 有非常高的一些科技含量在裡面 你看看124匹 然後15.0公斤米的 這個動力好像不大 但是其實它整個油耗表現 高達了17.3 是同級最佳的一個油耗表現 我發現近期啊 你上推出的新車啊 他們的這個引擎的技術很厲害 是它在油耗表現也很好 可是在動力的輸出上面也不錯 因為像這個Kix它也有加入 像剛才我們說Juke啦 甚至於Sentral 現在都有的這種GTR的 晶面鋼管融射技術嘛 對不對 所以它會讓整個效能 在節能還有效能上面 取得一個非常棒的平衡 而且它也是高壓縮比的引擎 所以它的壓縮比高達12.2 所以它的燃油經濟性 然後在整個性能表現上面 我覺得可以讓駕駛者 這種動力跟經濟節能 兩者兼具 我覺得會讓消費者更加看重了 所謂Kix它整個駕駛的感受而言 而且它還有非常棒的一個東西是 3A的主動防護 在這個上面也有比較入門的車型 就有所謂的3A的主動防護 包含主動的引擎控制的煞車補助 還有主動的行車抑制 喝茶 喝茶 喝茶